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我们菜鸟辉选打香蕉 欢迎收看今天的游戏视频 上次我们说到高楼基的100架 这回上升级 恭喜我们的航空编队成功后 立刻回到基地 我们会进行庆祝 最后我方内陆基地立刻展开了报复行动 派出了6辆的东风C弹道导弹花色车 对高楼基的军事基地挖动了广东 最后高楼基的军事基地 在6枚东风C弹道导弹的轰炸下 全军互没变成了一堆会须 此时我们的前线阵力 在我方跟毛熊的努力下 终于把烧了很久的裤剑给修护好了 随即毛熊立刻决定出动修护好的裤剑 带上24架的苏车桑舰载机 跟上艘的光楼基导弹悬崖舰 以及两艘的不惧级护卫舰 被引导了另外一个距离1000多公里的军事基地挖动进攻 最后我方也派出了003号航母 写办了30架的尖三腰跟30架的尖手 以及古装的驱逐线跟毛熊的航母 组成了一个双航母编队 炮好弄到了死出的港口 就在我们的航母编队死出港口后 就被一直盯着我们的鹰匠发现了 随意鹰匠在基地队一起调集了 下的O535A引寸高级 每一架携带上了两枚海派实验阶段的OORASM 也全隐身缓阶段 准备对我们的双航母编队划到空袭 冰家此次带上还在史业之间的缓阶段 也是实际无奈 毕竟他们也知道自己的鱼叉缓阶段太垃圾了 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手段 可能现在的这个局势之地又要沦陷了 曾经五架准备好的O35A引寸高级机 开始在跑泡上陆续升空 等待机会导致要飞行 因叫五架的O35A引寸高级机 就飞到了距离火方刷海洛阶内900公里处 所以五架的O35在LASM缓阶段的最大射程内 就开始发射LASM缓阶段了 LASM缓阶段了 中文11回表达缓阶段了 发射出去的十枚LASM缓阶段 会张开一对小型机 如同一架小型飞机一样 以0.8码的速度回向目标 LASM缓阶段的速度 即将跟鱼叉缓阶段一样 属于亚因素缓阶段 但是LASM缓阶段 又有一定的隐身性能 雷达罩飞面只有一只鸽子大小 一般的雷达很难捕捉到 而且LASM缓阶段的威力 会比赢价现役的鱼叉缓阶段威力大很多 并没够以重创一艘军舰 并且LASM缓阶段 特别有了距离发射出去后 可以支持锁定目标 无需大问题一直质疑锁定 可以说LASM缓阶段 是目前一架最新进的缓阶段了 只可惜到现在还会真正的鼓励 最后是10枚的LASM缓阶段 开始飞向了我们双航母编阶段所在的环像 而我和了双航母编阶段 刚刚使出掌口没多久 而且军阶的雷达功率并会全开 根本就没有发现银架在900公里 就被我们划到了攻击 主要银架出动了O3尾隐身掌握机 而且显然还是隐身缓阶段 并且数量又不多 这么远的距离雷达根本就探测不到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双航母编阶段 刚刚使出港口 根本就还没有进入作战状态 也没有想到银架会使用 还在实验阶段的隐身缓阶段 才会出现这种未发现被敌方封击的踢落 之后等我们目视发现目标的时候 军阶想进行火力还手 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一架的N2RASM缓阶段 毫无提外地突破到了我们双航母编阶的面前 从内命中目标 终于我们双航母编阶段 在一架十枚N2RASM缓阶段 偷袭下六艘军舰被击动 其中由我们两艘的052D驱逐舰 而我们的003号航母因为位置的原因 缓阶段被固件给全部抵挡住了 才让我们的航母逃过了一截 只是这次可惜了 猫熊刚刚修好了固件 一发未动 再次被打得早起了大火 连同航母上的24架出伤伤也未能幸远 而且还不知道这次航母能不能修换 而我们的003号航母看到这种情况后 知道这次进攻计划彻底失败了 只能让全国的军舰开始掉头缓航 回去重新测换后 再对鹰匠展开报复 那今天的游戏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课视频再见